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C 还有矿物质当中的钾等等 有助于缓解咳嗽的症状 而生姜是趋寒止咳的良药 生姜日味可以治疗因风寒感冒引起的喉咙痛 我们将生姜和萝卜洗干净 去皮切成块炸成汁 加入蜂蜜之后制成生姜萝卜饮来饮用 特别适合用风寒感冒引起的咳嗽喉咙疼痛等等这些症状 当然风寒感冒的朋友可以每天喝一次 不出三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 第二个方法 盐加橙子 可以治疗肺热咳嗽 盐针橙子虽然是个小偏方 但是对于治疗肺热咳嗽是非常有效果的 而且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橙子在蒸的过程当中 橙皮当中的辣可听和橙皮油的效果会完全发挥出来 从而达到发糖润肺的效果 盐针橙子怎么做呢 我们将橙子去顶 用筷子搓几下 取撒亮的盐 均匀的撒在橙肉上面 再将割去的橙顶盖上 一起放在碗里面 上锅蒸大约10分钟 10分钟之后取出橙子 再去掉盖子 将果肉掏出来 与蒸橙子的水一起浮食即可 第三个方法 红糖加生姜 可以预寒暖胃 红糖生姜水可以去除体内的寒气 治疗因为降温引起的风寒感冒 当我们感觉浑身酸痛比山流涕 磕瘦有糖的时候 煮上一碗生姜红糖水 趁热喝可以起到去寒暖胃 去病保健的作用 效果非常的好 第四个方法 橙皮加柚子 可以止咳化痰 润喉养生 橙皮柚子生是广东一代的特产 俗称咽喉伴侣 自古以来 橙皮泡水就可以止咳化痰 而将其和柚子一起来熬制 药用价值自然会更高 不仅能够化痰止咳 而且对呀 治疗喉痛有比较显著的效果 每天吃几块 清甜可口的橙皮柚子生 可以起到呢 生经止咳 去糖止咳 清热润肺 清新口气的作用 以上的这些感冒食谱 大家都学会了吗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你医生 在视频下方 点赞 订阅 点亮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呢 把它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